你有听过绿色供应链吗? 企业若没有做到,将来会失去合作机会,变得难以在市场生存,是真的吗?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吧! 绿色供应链是以减少对环境的伤害且可持续性的一种商业模式。 它涉及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,目标是实现资源的节约、能源的效率和减少碳排放。 企业必须先评估自身的优势,再结合供应链转型。 我们以中油制造商来说,原料采购、研发制造、物流配送等是产业的主要流程。 从这几个部分思考如何绿化供应链。 首先,原料的采购我们可以选择对环境友善的供应商,并且考量采购的必要性,避免原料的浪费。 接着企业必须管理制成中产生的废水、温室气体及金属污染。 还有加工时使用绿电或是绿色产品。 例如金属加工业者可以选择使用每颗MCM植物高效切削液。 它的油品寿命长达5至10年,大大省下换油的成本还能减少高距的消耗。 此外,从我们整理的数据上来看,以台湾切削液使用量1000万升为例,与环境部气候变迁数的矿物油碳排做比较。 可以看到,使用每颗MCM植物高效切削液一年下来能减少2万多公吨的碳排放,相当于14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量。 证实每颗能有效帮助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 接着说,我们将产品送到客户的过程中,可以规划最短运送路线,并提升单次运输量。 最后,逆物流的部分,我们可以将包装容器回收重复使用,以及换新减少容器的消耗。 以上是企业在管理绿色供应链时必须实践的基础。 现在你可能还能选择要不要执行绿色供应链,但在不久的未来,绿色供应链将会成为每个产业的核心之一,变成必须实施的项目。 现在,企业要确实执行绿色供应链,才能在新型竞争力的市场上继续生存下去。 选择每颗,成就每颗,Your success,We make it happen。 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. MCM super!